我們會去看到它的一個滷圓 那滷圓它的香氣也是很棒的 再來的話像我們今天所去用到的一些片油 或是cream cheese 跟我們打發的鮮奶油 其實它各有它的一個在品牌上面 跟其他的一個品牌的一些弱勢 像蓮塔尼的這個片油 它其實有非常棒的一個展現 以及它在操作上面來講的話 其實都非常適合在台灣的一個天氣 跟我們拿到在家裡去操作的話 都是非常沒有問題的 再來的話像我們有講到 後面第二個cream cheese 的部分 操作度來講的話就是我們最常會碰到 就是說它會太硬 或是說做出來的東西會有顆粒 它這個東西其實我們從冰箱拿出來 只要稍微用攪拌機拌一拌 它其實顆粒都會很容易的 就會被去帶掉 在它的一個風味上面來講的話 是非常的棒 就是它跟一些清爽 它比如說像水果啊這些東西 它都不會去搶掉它 各有它應該要保護的一些味道在上面 那最重要就是鮮奶油的部分 因為鮮奶油在於 我們在做甜點上面來講的話 我們主要會有三大的訴求 第一個就是鄉親 第二個就是它的一個穩定度 第三個就是它的一個擋發率 所以它這三個東西其實它都是算在明夜前茅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幹嘛不選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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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